作者 白日凡哥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87集 听到张凡的话 方浩明的脸上浮显出了一抹喜色来 谢谢凡哥 浩明啊 你不用跟我客气 我事情比较多 有的时候不经意间就把某件事给忘了 我答应过你的事 你直接提醒我 你若是旁敲侧击的 那可就见外了 凡哥 我知道了 不过我爸跟我说 他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找你 并不是来看我的 张凡的眉毛微微一挑 上次那附着在方浩明父亲身上的狐狸精 跟张凡说过 半个月之后要来找张凡 他需要张凡的帮助 他也能够帮助张凡突破到 石悬人像八段的境界 令得张凡能够开启天机眼 这才七八天呢 这狐狸精是来早了呀 看来他是有些心急了 你爸什么时候到 今天下午 张凡微微点头 但就在这时 楼下传出了一道喊声 叫张凡的那小子 马上给我出来 听到这个声音 张凡一震 从床上起来 到了阳台的位置 在宿舍楼下 停着三辆本田商务车 在商务车的车头位置 站了大概有二十人的样子 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 中等竖着背头 留着胡须 看起来男人味十足的男子 不过模样却是一般 甚至可以说是丑了 他旁边站着一个女人 这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和张凡 发生过矛盾的金婷婷 凡哥 他们是在叫你吗 是 张凡应了一声 便向着门口的方向走 准备要下去了 房浩明也是急忙下床 与此同时 把睡梦中的黄青云 也给弄了起来 黄青云听说 有人来找张凡的茬 他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跟着方浩明一起出了房间 时间不长 三人便是下了楼 张凡刚从宿舍楼的门口出来 那金婷婷便是跳着脚 直向张凡说 宋哥 就是他 被称作宋哥的男子 名叫宋青 他打亮了眼张凡 转头看向金婷婷 你脸上这一巴掌 就是这小子打的 听到宋青的话 金婷婷微微一震 目光闪烁了一下 重重地点头 对 就是他打的 看打我们婷婷的俏脸 我看他不想活了 今天宋哥帮你报仇 百倍地偿还 不过 今天晚上 你可要好好地伺候宋哥呀 宋青的嘴角微微赏扬 那双眼睛 更是在金婷婷 那风鱼的郊区上 狠狠地刮了两眼 金婷婷的拳头 轻轻垂了一下宋青的胸口 沉怒道 讨厌 宋哥 人家什么时候 没好好伺候你了 关键是 你什么时候 能给人家一个名分 别急 快了 这个月 我就能跟我那个媳妇 办完离婚手续 等办完了 咱们就去领证 宋青的大手 狠狠在金婷婷的腰下 揉捏了一把 金婷婷俏脸微红的 也是惊呼出声来 讨厌 随后 便是见到 宋青往前迈出一步 不懈地看了张范一眼 是你自己动手啊 还是让我的人替你动手啊 哦 动什么手啊 现在 就在我面前 抽自己一百个大嘴巴子 向我们家婷婷道歉 那样我就能饶过你 可如果是我的手下动手 那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宋青的声音里面 带着一丝狠辣 他双眼微眯 其中更是带着一丝的寒意 那你让你的人动手吧 我倒是想看看 你有多么的不简单 好 既然你想看 那我就让你看看 宋青恨声说完 厂商的氛围 瞬间就变得是剑拔弩张起来 宋青的阵仗弄得很大 所以也引来了不少的学生们的围观 看到这样的情况 一名身穿Polo衫的男子 有些可怜的 冲张范摇摇摇头 嗨呀 这哥们怕着要完了呀 宋青可是咱们学院路上 这一片的小霸王 没人敢招惹呀 嗯 我听说过这个宋青 之前宋青 开上了咱们学院的一个妹子 那妹子有男朋友 不过 那妹子的男朋友的家里啊 就是普通家庭 这宋青 把人家腰椎给打折了 一辈子都得在轮椅上面过 这家伙 那可是真的很呢 这哥们 恐怕得自求多福啊 他身边的人 也是街道 两人讨论声音不大 寻常人是肯定听不到的 但张范从小修炼 感官是远远超过常人 这些话都灌入了他的耳朵 他也算是 对于宋青这个人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兄弟们 给我上 给我狠狠地揍他 把他给我揍到跪地求饶为止 宋青话音刚落 他身后那二十多人 便是应了一声 一股脑 朝着张范的方向冲了过来 看到这个阵仗 围观的同学们 都是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他们都有一些可怜张范 在他们看来 这张范 是真的完蛋了 你们两个不用上 我自己可以应付 张范丢下这么一句话 便一步跨出 与此同时 丹田气海中的真气 在轻壳间爆发而出 贯注到了 他的双拳和双脚之上 张范的速度奇快无比 见到他这样的速度 围观的学生们 都是一阵 而就在他们出神的时候 张范已经来到了 那二十人的面前了 拳脚交替打出 打在他们的胸膛之上 伴随着一声声 巨大的闷响 一个个的身体 都是轻刻间倒飞而出 而后 重重地摔在地面之上 不到十秒 围龙在张范身边的二十人 全都躺在了距离他 三五米开外的地上 痛苦的哀嚎 别说 这样普通的社会青年了 以张范现在的实力 即便是面对二十个 壮大二百斤的标形大汉 他也依然可以毫发无损 我去 高手 高手啊 真的是高手啊 人群里面 传出了数个颇为震惊 而又兴奋的声音 每个男孩都有一个大侠梦 而每个女孩的心里 也都有一个英雄梦 此刻张范的形象 在这些围观的学生们的心中 瞬间变得高大起来 看到面前的场景 宋庆和金婷婷的心头 是狠狠的一沉 那眼神里 更是多出了一抹 黄乱之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